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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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紧后的砖茶将放入烘房进行干燥 排出砖茶湿气以免没变 整个加工过程需要270天左右 清砖色泽清赫 表面光滑 紧接平整 冲泡清砖茶的器具除了茶盘 茶壶 公道杯 品铭杯 茶家等 还多了茶针 由于清砖茶过于紧接 需要用茶针将茶砖一一分开 拆茶之后将小块茶砖装入茶包 开始煮茶 当茶水变黄时 完成第一遍煮茶 这第一泡的茶水是为了洗去茶砖中的浮沉 不能饮用 倒掉第一泡的茶水后 就开始正式的煮茶 江水煮沸 第二遍即可饮用 清砖茶冲泡后 香气纯正 大气回甘 汤色橙红明亮 有生津止渴 促进消化等功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清砖茶愈沉愈香 存放时间较长的陈年清砖茶更是滋味醇厚 回甘持久 当时这个茶在内蒙很受欢迎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人的抵抗力 它很缺少了维生素 对吧 他们就是经常吃肉 各种动物 所以他就因为得病 我们内地的传道那些东西 就把这个茶带来去 因为他们喝了以后对身体很好 在这以后就吸引微伤 他们必须要吃这个东西 要有茶 在清砖茶的品牌当中 最有名的便是川字牌清砖茶了 旗上通常印一个川字 为什么我们要用川字做那个商标呢 那个山里流下的水 那正好在山到 山谷那个山水 山潜水 对吧 流下水 杨卢洞古镇在中国茶叶发展历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从专茶的前身冒合茶算起 自唐代起 本地就开始栽培茶叶 宋代曾一度以专茶作为通货 与蒙古进行茶满互试 悠久的历史渊源 赋予了这个小镇神秘的色彩 这是什么东西都有卖的 原来那根盖很亮 这里都家的工都打开了吗 都开了吗 都开了吗 买皮头茶和的 买这个 铺脏的 买茶间 买茶叶的 买药材的 买药材的 各种各样的山叶都有 这里要盖 这里有四十八家茶行 知道吧 加工茶专的 那原来好热哦 晚上都是通宵啊 做生意都不关门晚上 原来运茶都是 那个县车 那个提供车 原来没有汽车 没有火车 镇区现存一条明清时期的古街 阳楼洞明清石板街 这条街可称为 中国制茶业发展的历史缩影 千百年来 曾有许多茶号设在这里 马邦也在这条商道上 进行活动 茶业从一地传到一地 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 深刻的车车 延伸成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血脉 无穷无尽 绵远悠长 从阳楼洞出发 一路北上 穿过丰饶的长江水系 月秦岭进入黄河流域 途经蒙古高原 而后切入中俄边境上的小城 夏克图 甚至最远到达莫斯科 这条野茶马为交易的商道 被人们称作 茶马古道 作为阳楼洞独有的文化标志 青砖茶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到此参观 品茶 带动了阳楼洞的经济发展 提升了当地的农业和旅游业水平 2012年 涉茶收入占当地农民总收入的80%以上 阳楼古巷青石幽 洞庄百年 木楼秋 千载修得茶香绕 观音全运 喜风流 古老的中国 历经一个个巨边的时代 手挣创新的青砖茶 显得尤为珍贵 心灵手巧的劳动人民 在用更加现代的方式 让外界感受不一样的中国味 让茶在雾浴航流的当下 仍保持那一份永久的醇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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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门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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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